中美杯全球青少年艺术大赛将于15号晚上7点 在休斯顿大学卡伦堂隆重举行颁奖晚会 届时除大赛获奖作品以及专程从北京赶来的中国著名歌星 国家一级演员郭荣 丁毅和盲人钢琴演奏者江明明等 将分别登台演出一晚 以魏东升为校长的亚特兰大专业舞蹈学校 一星45人也将为休斯顿人民带来风靡全球的舞蹈 莫里花 中美杯全球青少年艺术大赛于8月11号到15号在休斯顿拉开帷幕 由著名编导魏东升为团长的亚特兰大舞蹈学院 一星45人是这次大赛的亮点之一 该团表演的芭蕾舞莫里花风靡中国 在America Got Thailand的比赛中进行四分之一总决赛 今年应邀参加出彩中国人获得七彩之星总冠军 并被任命为2015央视工艺大使 此次休斯顿之行莫里花也是参赛剧目 魏东升校长表示 希望通过参加这样的一个由华人主办的比赛 让从小在美国生活的小朋友 能够跟中国的选手们切缩交流 通过以舞会友的形式 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同时也向中国的选手们展现我们舞蹈团 中西交融的文化元素和活力 因为莫里花呢从2010年我们改编出来 然后参加了真的是每年都几乎参加一个 具有像世界这么大的一种比赛 但是参加的都是外国人举办的比赛 就是那么这次呢 就是这个全球青少年舞蹈团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办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希望让我们的孩子 亲身来到这个比赛来跟特别是有很多中国来的小朋友 然后我也跟我们的孩子讲了 那他们也很激动 他们也很期盼 说哇我们以前都是跟一些老美在那比赛 那么这次我们 他们心里还挺蛮有压力的 他们觉得那他们中国的孩子会不会比我们中国舞跳的好啊 因为我们这个他们都在国外长大的嘛 所以他们还就是每次排练的时候还都是很认真 说哎呀我们把这要再跳好一点吧 要不然人家中国来的小朋友会不会觉得我们跳的不如他们呀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意义特别大 就是跟在中国人举办的这个大赛里面来参加 这就是为什么莫里花这次要来 这个呢其实我们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 有这个通过这个平台啊 可以把我们这个在国外 虽然他们长的是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 但是呢内心他们是美国人 说的一口美国话 他对中国文化并不是很了解 那通过我们这些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灌输啊 一直在叫就是引导他们了解自己的祖国的背景 包括带他们回国去参加各种活动 包括夏令营 那这一次的机会呢 我觉得是一个零距离的这个碰撞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是跟他们一样年龄的孩子 而且都是舞蹈爱好者 都是爱好者 那在这个近距离的这个碰撞之后呢 他们我觉得会对他们的人生啊 是一个转折点 不管说是将来对中国文化或对学习来讲 他们会有一个新的热情新的起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积极 一听到一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真的很兴奋也很激动 而且也很荣幸被邀请来参加这个赛事 那这样呢我们把我们的孩子的下一步教育 等于是提前达到了一个高度 能让他们在第一时间之内 接触到跟这些国内的这个艺术 搞艺术的这个同龄的小朋友们 接触 有一个近距的相互学习 对 我们觉得这个 对我们办学校的老师来讲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切为了孩子 只要对孩子好 我们一定会累推这个事情 我们在这边 感谢观看